那么 所以我们第二点想法呢 就是要振兴一道 因为现在这个一道太沦落 一道太沦落 当然这跟很多 这个政策也有关系 我们很多医生啊 学医很不容易 他们特别是在 有的大医院的医生收入是很高的 但是一些小医院的医生收入是很低的 但是大家知道学医是很难的 光本科就要学五年 这个也有很多问题 那么但是作为医生 你既然选择了这个道路 你必须得按一道来走 如果你不走一道 这个你就怕有暴力 就怕你有暴力 所以这个东西是道 道就是必须得再道 不能下道 你下道就出事了 是不是 就在轨道上要洗 不能出轨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叫道 其他的东西都是术 但是医生他有道 医生他有道 而且是王道 涉及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存亡 所以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要振兴一道 好 最后呢 全是感恩的 那么感恩呢 首先我们要感恩李老 没有李老的真心因法 我们不可能做到今天 做到现在 那么感恩李老 无限的感恩李老 他的一生 就是为了帮助别人 就是为了别人的健康 普及真心因性 好 那么孔夫子说 恕而不做 信而好果 就是 那么我们的课程 讲的很多东西 都是 这些老师 还有古圣先前讲的 那么讲的不好的地方 都是我讲的 有时候理解不好 有时候说话的 胡说八道 讲的好的地方 都是这些老师说的 好 那么感恩呢 首先我们要感恩天地 感恩国家和政府 感恩支持我们的 吕炳奎局长 王国强部长 刘维中厅长 那么感恩父母亲人 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感恩我的中医启蒙恩师 熊玉举教授 感恩呢 李天晓教授 华山石头道长的教诲 感恩南州真言所的 焦世西老师 于树东老师的教诲 感恩呢 王凤怡先生 刘友生老师的 性理疗病学说 感恩中央电视台 陈大慧老师 美国的著名中医 尼海夏老师 国内的中医名家 刘立宏教授 徐文斌老师 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的 张维波研究员 彭新博士 还有刘峰君老师 熊春菌老师 还有感恩 还有张强林教授 还有感恩呢 国外的王维公教授 坎贝尔教授 江本胜博士 和安布斯先生的词带 最后呢 感恩大家 好 我们的课呢 就讲